10月16号上午时时许,香港培桥中学的一间教室中,一场自发性的学习活动正在举行。 数十名学生、教师和校友相约来到学校,通过电子大屏收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。 随着会议开幕,全体参与者起立跟唱国歌。 现场师生代表告诉记者,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家发展,并将自身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 工业技术的提升,以及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,都是令我非常印象之深刻。 作为一个香港学生,可以去迎合内地这些大湾区的发展,发展一些创新行业,或者是迎合国家的发展, 例如一带一路,或者代贸易,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可以面对的机遇。 当天上午,不少香港青年也在各区自发组织观看了大会直播。 记者看到,会场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,现场气氛热烈。 习国平主席说到,过去五年对国家,对香港来说,都是非常不平凡的五年。 我觉得我们现场很多青年都很有共鸣,因为过去经历过疫情,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事件, 令我们更加珍惜香港这个家。 很早的时候已经听到提及到我们港澳的同胞, 我们觉得非常温暖和激动。 其实现场我都见到很多后生仔自发性在这里鼓掌。 今早提到跟香港相关的议题的时候, 全场的青年都有一个热烈的掌声。 我认为无论是特区政府官员, 还是普通香港市民,都应该更加去了解二十大的报告, 并且利用当中的机遇,成就自身的发展。 当天,香港各界代表踊跃收看了大会直播, 并在观看后接受了中心社记者访问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, 香港应落实发展好一国两制,为国家的统一起到重要作用。 习总书记在他的讲话里面有三次讲到关于香港的问题, 而且要强调一国两制的重要性。 他在讲到香港一国两制的事情的同时, 也讲到台湾问题。 我自己都体会到,香港一定要落实好,做好, 发展好,一国两制。 不光是把香港的事情办好, 还有对祖国的统一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。 香港民间联主席、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表示, 香港各界应学好国家执政党艰苦奋斗的精神, 久久围攻,为建设更好的香港而努力。 我希望香港未来的发展会学好国家执政党的那个坚负奋斗的精神。 习总习在开始的时候回顾国家在党大领下取得的几项成就, 其中我最新客的就是打赢,脱贫,攻坚,战, 其实甚至非常艰难的。 那在香港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城市, 只要我们久久围攻,长期间起,我相信以同样的精神我们是可以克服的。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,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表示, 报告中多次提及香港,显示了中央对香港的关爱和支持,让人倍感鼓舞。 最鼓舞的就是多次提到香港,港人治港,奥人治澳,实现和平的统一的大忌, 我们感到非常的鼓舞。 这个是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,就是国家长期坚持一国两制, 一国两制已经经得起考验,证明是个好的制度, 中央将会根据宪法、基本法坚定不移的实践一国两制, 对香港来讲是个非常好的消息。 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秘书长大律师吴英鹏表示, 二十大报告对一国两制作出精辟论述, 香港法律界将继续坚定支持中央依法治港。 习总书记的二十大报告自制足迹,振奋人心, 特别是习总书记在报告中再一次对一国两制做出了精辟的论述。 我们法律界人士坚定支持中央依法治港, 拥护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区行使全面管制权, 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, 依法维护好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 中央依法维护好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